十一时许,下水命名仪式开始,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五星红旗冉冉升旗,仪式上,向接舰部队主官授予命名证书,军地领导共同为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剪彩,随后进行置评礼,香槟酒瓶碰击舰手碎裂,两弦喷射绚丽彩败,舰船铭响弃敌,船务雾门打开, 航空母舰缓缓移出船雾,下水命名仪式,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 经中央军委批准,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,弦号为18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,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,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,该建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 clipti 血管车排水量8万余吨,第! 员作试验.. 员作试验 intere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